南极先翁慈悲,福禄寿,一,要求福,就要无为的不失,不失不是单指钱财的不失,你要有福报,自己就得先舍,因为是比寿,更有福,能够伸舍,口舍,讲道理度人,也是一种不失,不失的范围是非常的广,二,要求禄,就要存三好,存好心,说好话, 做好事,你们能去做,自然就会得到,想要的东西,三,要求瘦,要能戒杀,持斋,来长养慈悲心,自然就会长寿,先佛都是慈悲为怀,不要拿血淋淋的东西,来拜先佛,宝宝们修行要有智慧,千万不糊里糊涂的信仰,及错误之间修行,你们要求健康长寿, 也不是只有自得吃素,还要再去影响别人也能来吃素,而且心斋,口斋都很重要,心口要能合一,修半道要能,和忽中庸之道,人最怕的,就是自己的气不能化, 因为气如果太高,无法与人相处融洽,要得到福禄寿,会有较多的波折与阻碍 小兰�ie 有 Wort 乐